万里区的砍角国小争取教育局挹注经费 让原本老旧图书馆重新整建改造 而全新图书馆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开敲书斋 寓意是让学童透过阅读的引领能够打开学习窍门 充分开启智慧并在舒适的环境享受阅读乐趣 为了让孩子享受阅读的乐趣 培养阅读的素养 万里区的砍角国小争取教育局挹注老旧图书馆整建改造经费 将以往老旧有霉味与臂癌的图书馆重新整建 新的图书馆落成明亮又充满美感 让学童在舒适的环境中融入书香 享受阅读的乐趣 阅读是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 而营造一个优质的阅读环境 可以让小朋友的视野变得更宽广更高远 很高兴砍角国小在市政府最后一波的图书馆 营造改善的计划里面获得了机会补助 也因为这样子的经费 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校定课程跟图书馆做结合 我想小朋友在享受新的图书馆的同时 一定可以发挥乐读阅读的好习惯 以砍角地区特色也是砍角国小特色课程的锹形虫 来贯穿点缀图书馆 那我们这个图书馆的藏书也跟我们的这个自然生态 这个我们学校强调是自然生态 尤其这个地方有很多很独特的那个锹形虫 我们后面都有看到 有关它的相关的书籍都非常的完备 我想可以提供小朋友 在课后有一个很好可以去的地方 可以来休闲看书的地方 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这座全新的图书馆还有个特别的名字 叫做开敲书斋 是事先经过失声的票选选出 寓意是期许学生进入书斋 透过阅读的引领 能够打开学生的窍门 充分开启智慧 迈向自学又乐学的坦图 指导品和万里采访报道